現在我會講述Kalfun的Best Practice 即是最好你要怎樣做 簡單的 overview 其實我沒 skip了 因為之前有另一個Talk 說了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Kalfun Edge Location 之前講過這些 其實有些什麼東西 如何發展這些我不講了 有什麼資訊可以看Kalfun的News 看看更新的 然後之前的Talk 也講過 Kalfun的網絡可以分割了很多個角色 有些內容是不變的 有些視頻 有些是人人都不一樣的 有些是User Input 但其實是例如Search Result 雖然很多人進入Apple iPhone 其實Search Apple iPhone 在一天內都是一樣東西 你又可以用不同Cache behavior 還有其實留意的就是 它都可以要處理SSL的問題 大致上Kalfun 你就會做Kalfun 可以做Dynamic 也可以做Streaming 也可以做Static 基本上是說Web多 其實說Web的網絡 很多時候你會明白 有相片、JavaScript CSS、Web font 或者你被人下載一些資訊 其實那些都是不變的東西 而你不變的東西 其實你可以在Cache 其實可以在Cache 長一點 又或者可以放入SV 通常你記住 第一個Package 最重要的是 所有不變的東西 你都放入SV 因為其實SV和Kalfun之間的交易 就不收錢了 但就是一件事 因為它不變的 你offload的Web server 其實你就可以令到Web server 可以開小一點 和穩定一點 省下一點錢 還有其實Static 可能在Loading很大 其實你會有HA 又會有更多 因為SV加上Kalfun 基本上無論如何都不會倒閉 第二個概念 就是之前沒有說過 其實有一個叫OAI的ID 叫Original Access Identifier 其實遊戲規則就是 如果你用Kalfun 去發送SV 你不會希望 那些用戶可以直接 去碰到SV內的項目 去下載它 因為這個情況就是 你如果這樣就流出了 不讓人下載 其實你就可以在Kalfun 製作一個 即是Origin之後 其實你可以有一個OAI 設定後 其實它建立了一個特別的用戶 的項目 I am role 然後再加上Kalfun 其實它有兩邊 設定了Kalfun 自動幫你處理 因為如果你直接拿到這裡 其實你的項目會不同 靠分的項目會不同 而且在這裡 可以做到一個權限正確 但在這裡 如果你這樣留 可能就可以避免了 Lockin的步驟 然後 控制接觸 其實也重要 因為你剛才有的項目 就可以做一些 叫做 訂閱 給了錢看 不給錢看 訂閱 這個SIDER 其實剛才說 這個Origin有兩個機制 第一個就是 用URL 即是 Hash HT 在URL 然後 然後 要用Cookie 那什麼時候用Link呢 其實Link的意思就是 你出E-Mail Mail Merge 或者你突然間 做一個購物卡 好了 買了軟件 買了軟件 就是限時下載 那你就會透過E-Mail 把連結 隔了一會兒 然後再送回 那些卡 那些卡就在E-Mail 下載 這個就是SIDER URL 當中可以放入 市間 地區 也可以 然後 用Cookie 如果你是在SWIMMING 你會用Cookie 或者是網站 用Cookie 之後 就會所有的Request 帶著Cookie 可以設定 Matching 之後 其他內容一次過 都有權限 Cash 所有的Layer 因為 在Bowser Cash越多 自然走得越快 其實 在Bowser Cash 可能是360 HF5 本身有Gut Cash 其實是因為Cash 而不上網 一定是最快 但是 你留意在 Cash Cash 其實你也是有上限 Size 你不可能整個網站都Cash 那 那怎樣做呢 其實你 雖然因為利用 不可以Cash 其實你也可以 如何調節快一點 其實Bowser 都會仍然在過期之後 上你的伺服器 拿東西 但是 它靠分的時候 你設定360秒 3600 只有3600 但你設定另一個領域 SH 其實 靠分和 EC2 或者 SV 之間的Cash 等級 就會長過 Client 即Bowser 和Calvin 之間的Versal 其實 雖然 Client 會更新 即Bowser 會再拿東西 但他會找一個 靠分 拿完之後 就不會去EC2 不會去SV 拿 Cash 因為Cash 行動 和 Request Header 其實 你深水清 的直訊文字 只是一堆字 拿來做Cash 當中 如果你 forward Header 所有資料 這些 會轉得很厲害 可能 人人 打小小大世界 也好 多個 你什麼東西 其實Cash 行動 會差很多 Cash 所以 有時候 你不想麻煩 你用Calvin 預設的Default 就會推銷 但 通常我的用法 就是 開了Calvin Default 然後試試看 看有什麼不行 就把那樣東西 反轉 好像開防火場 開防火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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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到你得到為止 如果用Wubi-on-well 那些 那些 其實它本身 設計過Static content 它自然會 提供了 一個 其實那些 好像是Time Stamp 的東西 它就會監視著 Static 的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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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情況 就是 這篇文章說的 如果 你真的想 Version Version 很簡單 就是 加上尾 如果尾 一樣 它就會拿回同一個 Cache 但當 伺服器更新 時 即Static 檔案更換 時 在HTML 製造相片 時 最後 ID 就會拿回 新的Copy 如果你 用這個 其實 你可以設定 Static Contact TL 甚至是 永遠 它都是用Cache 但 其實 如果有變 時 HTML 轉了 圖片 就會拿出新版本 這個方法 比較合理 因為 其實 你如果要在 Cache Invalidate 即是 這些Cache 過期 你要用API Core 所以 最好 就是 在網路上做 Dynamic 內容 如何做 PHP ASP 其實 這些情況 有些 版本都要轉 例如 InDesc 內容 都不同 內容 但可能 你用Agex 來做 調查結果 即是 Ra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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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都可以Cache 1分鐘 但後面 也有 Database 如果 你用了 東西 想Cache 好一點 通常 Cache 都是分 Cache 如果 Cookie 都會有點 沒意思 因為 有一個Cookie 你很小心 Session ID Session ID 其實 如果你 forward 那些東西 真的不習慣 那些東西 其實 人人Session 都不可以Cache 可以選擇 TTL TTL 其實 Dynamic Contact 你選擇 0 即是 永遠都會 靠分後面的 伺服器 但 有時 可能幾秒 都有賺 雖然 0 但如果 可以Cache 你也可能 會擋了很多 的 通知 其實 可以選擇 TTL 但可以選擇 Header 可以選擇 Header 可以選擇 Header 其實是 你 有時間 時間 可以調整 例如 這版本 不是經常轉 可以 這個號碼 就在 Respon 做 可以調整到 每一版本 有些少少不同的Cache 用這個 好處 未過期 他會直接 靠分 給客人 如果 看 Motify Header 即是 Cache 射上來 看到 Header 過了 30秒 便會問 伺服器 這樣做 便可以 消失了 伺服器 其實 你的問題 究竟 Cache 好嗎 你應該可以 看 CALFUN 的 有個 螢幕的觀看 他會和你看看每一條連結 每個物件 還要多 如果發現有些 請問號碼很高 但是 Cache 率不太好 便要想想 如何調整 這個問題 或者是否真的 Cache Behavior 便要留意 Multi-cache 記得 只要發揮一些 有用的資料 如果你沒有用的 Header 你調整 它會不會 Cache 不得到 因為一個常犯錯誤 Header 就很流行 因為你同一個 Dominion 例如 www.abc.com 你用來 Serve image Java Script 其實你 Lock in 或是甚麼 Cache 都會帶上 Dominion 其實是 你的相片 Java Script 如果 你用這個情況 這些Cache 會令到 Cache 變差 因為 其實相片 和Java Script 永遠都不轉 但Cache 轉了 它便能取得到 所以你便要考慮 某些聯繫 上不上Cache 或者你的帳範圈 不可會Cache 某些圖案 例如上Java Script 便弄走 否則 比較常用的 網絡 就用10Dominion 10Dominion Static 點 什麼 Static 你的網絡 10Dominion 永遠都沒有Cache 你便會簡單 做到這個 記得 還有一個遊戲規則 就是 有些使用人員的資訊 是 比較多 沒什麼意思 即是 你Cache 只會分手機 Tuber 即是 大機 DESHTOP 電視 只會分這些 硬件 來做Caching 總之 Android iPhone 我都會給小些相片 都是Cache 其實我Cache 不需要分 Android Iphone Android 有多少 User agent 之前有太多 資訊 如果使用普通的User agent 而使用這些 Header 其實 Head rate 會更高 因為 你不需要分兩套 一套C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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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hone 記得 不要把所有Cache 都發揮 有些Cache 例如 Section ID 根本上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每一次 Request 都不一樣 如果你每次發揮 其實不可以 但其實不重要 因為你有留意 之前的範圍 有一個視訊 你看到有些項目 你覺得應該可以 但實際上 不可以 看回 可能就是這些 電視頻的 其實就是 視頻的 視頻 都可以 Live 直播 你後面有EC2 On Demand 就是 你一早把資料 放好 然後放上去 等人拿 音樂也是同樣 這些 都可以支援 其實 如果你 有玩過 你知道 On Demand 是分為 Media File Player 和Manifed File 三個 三套 來做 其實 概念就是 你要怎樣 Cache Manifed 其實 如果你真的試過 下載 Manifed 只不過是 List of Media File 即List of MP4 你看到 整大堆很小 很小 很小 剪碎的Fragment File 就是下面的Media File 這個 其實 如果你做視頻 可以做這個 這個 就不會 這麼久 因為這個 轉了 後來 不知道人們要拿 什麼 網絡 其實 網絡不會更新到 這個 就能夠更新 但是 內容 即是Media File 或者影片 小小 幾十多 其實 這個 永遠不變 所以 所以 其實 現在 你需要看 這些 可以下載 Fresh 或者一個很厲害的 JavaScript 這個 很大 但這個 完全是不會變 你可以長 Cache 設定到24小時 的Cache 即TTL 有些時候 你會用HGP Based Streaming 因為你真的 Live Streaming 你需要用 Media Server 例如Adobe Media Server 或者Microsoft Media Server 可以做這件事 你用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Calvin 也可以支援 但 你記住 因為要它採取得好 你做了這樣的 測試 你真的 記住所有 Cache Cache 全部在Calvin 都可以保持 效果 因為 任何人看影片 都是看一樣的影片 你不需要 Cache 不要做 如果你真的 要做一個 簡單的 其實 其他人 都會用 Overwise 的機制 不是連接 而是連接 Cache 為什麼會連接 Cache 其實什麼時候 用連接 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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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 做法 其他人 需要做 檢測 可以分析 例如 便適合 因為 適合 東西 即是 可以做一個 error page 如果收到五零幾或四零幾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回應 不同的情況可以做回 error page 其實 error page要留意 因為假設人再進入 error page 你就不要太久 當它倒塌了15秒後 就可以看回網頁 其實在15秒內 因為有時倒塌就很像是Cascading的效果 你倒塌後人們就重新 重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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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出事就好像被人炸了 如果你真的想避免這個問題 你會避免了 error page 你讓我休息一會 機器可能會避免得到 這樣就不會避免了 error 效果 設定可否 在cloud上你什麼都會想 這個概念就算不是說這些都會遇到 ELB很厲害 但也有機會整個網頁倒塌 因為cloud fund 和ELB 未必在同一個 region 因為你全地球都會避免過去 所以你比較實際 其實你可以開多一個ELB 甚至乎整個系列 在不同的 region 開新的ELB 然後開多一系列 然後用WOW53去檢查 cloud fund 其實是很聰明的 因為cloud fund 會和WOW53 合起來 其實它會透過WOW53的健康檢查 來決定將輸入到哪裏 如果發現了一個AZ 入面的ELB 下降了 其實它就會自動 回到第二個交易 回到那裏 就會做回那個輸入 即是可以給卡人繼續使用 但其實這些版本 我也想說多一點 就是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 其實就是一個較強的HA 因為你ELB的HA 是可以做到不同的AZ 即是倒了一個RB 即是倒了一系列的AZ 第二系列的AZ 可以幫你做的 但都是在那個國家 例如在新加坡 但如果新加坡倒了 你想供應全地球的客戶 其實你價錢差不多 日本開多一系列 一直都是在新加坡 日本開一系列 其實如果有什麼情況 如果整個新加坡倒了 如果整個新加坡倒了 它就會使用日本那裏的伺服器 來支付客戶 Cash 越多 你HA 會越好 其實你真的有什麼 東瓜豆腐伺服器 下降了 其實Cash 會嘗試 給客戶的客戶 去支付它 其實你也是 設定 minimum TTL 去決定這個 Cash Behaviour 安全性 安全性 第一件事 全程HTPS 你要弄清楚 進入了ELB去EC2 可以遇到HPS 因為進入了EC2 去來的EC2 即LB和NoBalancer 和EC2之間 其實在VPC入面 其實VPC 根本就是Amazon的網絡 即是你會用到網絡 你嚴格來說 根本就沒有外出 但這裏 由Cloud Fund 這裏 的Edge 這裏 再到ELB中間 其實Amazon 都會有特別的連結 但其實也有機會 是通過網絡 其實你嚴格來說 你真的想穩陣的話 你一定是在HPS 在HPS 在HPS 去到ELB 去到裡面 你才拆了一張箱 你可以在HPTP 強行要它轉回HPS 即是Bowser 這些很容易設定 然後你打開 那按一下 Enable ARM AMI 和Caltral Caltral Caltral 其實它會幫你 因為你設定得很好的 但問題是 如果你的Amazon權限制 做得不好 那其實你的用戶 設定錯了 或者被不信任的員工 改了你的Config 其實你一樣會出事 第一點是權限控制 第二點是Audit Lock 因為哪個的情況下 找過哪個API 改過什麼 Caltral 都會幫你記錄 所以你可以追得回事情 其實當中做 Security Comparant 淋淋淋淋淋淋 Trap Changes 都很有用 用這些就不關Caltral 所以你駁下去用 基本上都可以 符合到安全的標準 成本的問題 第一點是有兩種 你閉上眼 你裝了Caltral Caltral.net Caltral.net 給你SSL做 但有些情況下 你想用回自己的SSL 即使用回你的Domain 不想用Caltral 那你就有兩個選擇 第一選擇 第一選擇是 S&I 第二選擇 還有Dedicated IP 其實情況就是 為什麼會Dedicated IP 其實這一個 會收錢 很貴 其實情況就是 舊的搜尋 舊的客人 不支持一顆IP 上面 分享幾張SSL 如果你有這樣的要求 你就要用這個 尋找IP 給自己 然後再裝上 這個其實是比較貴的 但問題就是 為什麼這個 和成本有關 你可以有 Caltral.net 看到 Caltral.net 可以知道 Caltral.net 但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報告 基本上就慢慢 越來越少 客人是用這個 Dedicated IP 所以你就可以 轉換成S&I 就可以省錢 第二件事 Sert 是收錢 其實現在新的 Sert Amazon的Sert Sert 其實是送上Sert 簡單 但如果你自己 上載 其實你會 逐張Sert Sert 你會選擇 便宜一點 因為它跟Sert 的ID 你決定不來 用 當然要跟用量 Sert Sert 如果用一些 Wildcast Sert 或者支援 Multiple Domain 的2nd level Sert 一張Sert 就可以Sert 所有的Domain 其實情況就是 你會省錢 還有 PiSing Cast 你也要注意 那些客人在哪裏 你便放行業 便放行業 你不需要 全球 因為你明知道 你只做美國 亞洲 和歐洲 就這樣 或者你只做 歐美國生意 其實PiSing 不同的 地位就會便宜一點 用小些便宜一點 你決定到 還有一些時候 你明知道 在歐洲 你有錢 但如果它在其他地方 它就會跟著地區直接到你的伺服器 Domain Sharding Sharding 其實只是網路劇的劇 Bowser 傳統來說 很舊的IE 說一個Domain 只有四個要求可以平衡地出 新的也有十個、七個 如果你真的想它走得快一點 你交通也能夠幫助你 它能夠平衡速度不夠 你會做甚麼呢? 開一些十個地區 去指負同一個層面 通常公司會用Static 1、Static 2、Static 3、Static 4 Static 1、2、3、ABC.com 可以令Bowser 多出多個 request pair 你會這樣做 其實這個就很容易做的 因為在CName上可以隨時 在CName上的CName上 同一個CName上都沒有問題 因為你只不過在Wild53下的Alias的設法 所以之前的主意 你用CName、Wildclass、SSL 其實有用的 因為一般來說你真的不會只一個Domain 但要小心的就是 你需要自己決定 Wild上有多少個檔案 其實你快了四倍還是快了四倍 但如果你太多的Panel Connection 可能Bowser又會更慢 其實你需要更加盡力 剛才也提及過 Wild53 你配合CName和CName都可以 但不用CName 更加好的就是 Amazon的Wild53 Alias Record Alias Record Alias Record 就是不用錢之餘 其實CName 其實是 redirect 再 redirect 如果你一設Wild53 行Alias Record 他進來之後 他就不會做那個redirect動作 那麼他就少些Lopeup 就會直接去到 Calfund Distribution 這樣就會加速 那就是Analistic 其實你剛才也提及過 究竟你很想知道 那些用戶是甚麼情況 其實你會選擇 看報告 然後如果你真的想 測試他那些 淋淋淋淋的資訊 你在Calfund可以自己設定 因為他的位置是CName 你如果想說 我的伺服員 我想知道他在哪個國家 你又想到哪裏來 你會用Calfund Calfund Hyphen 那些CName 放進去 你就可以獲取 那些有關的資訊 甚至乎 因為其實這個CName 和CName有關 你可以在不同國家 不同語言 不同的情況下 做不同的Cash Behavior 即是去不同的Servoir 淋淋淋淋淋都可以 那麼 就算是SV 什麼都好 我們都要鎖 那Calfund呢 有些ELB 也有鎖 那Calfund 其實現在的鎖 你可以正經地鎖 所有Request 之後 你就可以 因為有些甚麼問題 可能被人在D-Docs 或者你調查 你的Tuning 究竟我放在哪裏 放Cash 放在哪裏 甚麼國家 我要著重一點 那CName 放在哪裏 放在哪裏 你就可以做分析 甚至乎 你沒有 放在哪裏 因為它放在哪裏 放在哪裏 其實 你之後 放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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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 靠分在哪裏 放在哪裏 放在哪裏 其實你一天可以做 調查 調查 讓我們來看